- 金庸 來 金庸 我要先問大家一個 我剛剛被拖了很久的問題 在大俠進來前 我就打算要問他們兩個的問題 你們的武俠到底是什麼 你們的第一部武俠到底是什麼 不要說是 小說 電影 電視啊 或者是遊戲啊 漫畫都可以 我想要知道一下大家的這個無暇事件 先從我看一下 修哥先 我的話 其實是小時候被跟我爸爸一起看的 就是金庸的 處女座那個 初見人走路 然後是電視劇就是神道路演的 我感覺那時候 可是我到現在現在印象很模糊 我覺得感覺是一種 感覺讓我去可以了解說 這就是一種武俠世界 也可以拍的也蠻不錯 可是我就是沒有讓我的記憶點太深 可是讓我 對 就是讓我比較真正有武俠感覺的方式 我反而很久 反而是看了月女劍才有感覺 才有感覺 那個 動作 互打之間 然後去描述的很詳細 然後細節也可以說 刻畫到 人物個性那種感覺 比較說他們心態是怎樣 那也是我覺得說那種武俠也不錯 所以我才回頭去找一下 那種路底記 或是 問我老爸那種 他是金庸迷 我問他說有關 跟色雕英雄那些三部曲 我應該沒說錯吧 就是三部曲那些 我問他那些的那些 過鍋鏡黃龍那些的 那些東西 我才瞭解說 這就是所謂 金庸所營造出來那種的武俠 當然我跟他觀點不同 我是從 才從月女劍才看 因為我比較晚一點 才去入坑金庸 所以這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就是金庸讓我覺得說他 讓我帶入武俠就是一種 各種角度各種的 都有一種江湖就是會有衝突 就是難免就是 會有 會被誤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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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去 所以是 會是一種 逼不得已 難以出來的江湖 我是簡單就講 講這樣子就好 是的謝謝 好緊張的問題喔 我 老實說啊 我開始對武俠這個東西 真正感到很大的興趣 是 在 國中的時候 看了一部電影 曾子丹跟金庸武演的 那部就叫武俠 嗯哼 然後 哇好新喔 我對於武俠這個東西 真正感到 欸我覺得認同他 然後我對那個 這樣子的文化 或是說這樣子的文學 有興趣的 是從那一部 才開始的 欸等一下那個有人反應那個 觸胸這邊沒有聲音 欸 那為什麼 好回來了 回來了 所以我要重講是嗎 沒有沒有 你的聲音有啊 不是我的聲音有 喔 好繼續吧 對然後 那那那一部 那一部片我會喜歡 其實是 因為那一部片的 技術層面 處理的 很很棒 然後再來是那一部片的 故事劇情也 也很新 其實是很新的 因為 在在這之前我對於武俠片 那一部片的印象 就是 就是 港片那一種 然後感覺 畫面也舊舊的啊 然後就 一群人 一群人 沒有我 我不是很小 只是呢 因為 我 我很大 你不是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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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小 你有多小 你有多小嗎 突然間回應留言板 你讓我嫩一下 你知道嗎 我很小 哪裡小啊 哪裡小啊 哪裡小 去去去 老實說我對於電影 或是甚至說我對於整個文學啊 對於這種 文 這種電影這種東西的 一個 開始的概念也是從好萊塢片 所以當我在 國小那時候可能看了很多好萊塢片之後 再回去看 龍翔電影台 那種電影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種 不是硬感嗎 因為就 好像舊舊的 然後你的那個武打也 打得好像有點 那個假假的 然後釣鋼師也 釣得 釣得很 很不對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一開始先看了武俠這部片 然後 接下來再回頭去看那些東西 又覺得落差了 這樣子 欸 沒有沒有 我想先插題 因為我剛才聽到陳佑這樣講 比如說 陳佑你 你是 比如說你看到 1993年的 那個諸如記是接受 你會覺得他很舊嗎 呃 1993年是 諸如記公園 對 諸如記公園 你會覺得他還好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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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當我那時候看完了 很多好萊塢電影之後 我再回去看 那種 八七八零年代八九零年代的港片的武俠片的時候 其實還蠻 蠻不適應的 嗯 那麼 到了後來是 武俠這部電影啊 他其實用了一種就是 他其實是武俠片的變體 他其實是一個那個 變種武俠片 然後他的技術層面都處理的 比較寫實的 然後比較符合我們這種 看慣好萊塢片的這種 呃 美學的這種觀點的時候 我才開始去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那一部片 我才開始去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 我覺得他沒有算是 變體啊 他還是 只是說 我覺得他比較接近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院女艷那種感覺 嗯 他是先從一般人的眼光去看一個武俠高手 你知道嗎 然後最後 然後武俠高 然後突然間到最後 呃 主體那個主觀的那個故事 突然間就轉移到武俠高手去 他必須要跟他父親 對打 嗯 的時候 然後他又回到了 一般的武俠片的套路 然後只是你 只是因為他的攝影 跟他的調度 跟他剪輯非常的新穎 沒錯沒錯 但他的主體 我覺得他主體沒有變 而且那部片很有趣 那部片其實 他是一個 推理懸疑片這樣子 我覺得還好 因為前面 前面的那個部分 只是因為我們 在當下你可能 那個時候的行銷是說 他像福爾摩斯一般 對吧 嗯 用科學見識的 用科學或是推理這些東西 可是他是一個科 科學見識的那種武作 有沒有 法醫那種感覺 然後去 沒有啊 可是這種東西在以前武俠片 也不是沒發生過 所以我其實並不覺得說他是 好像很獨創 對那個 那我那時候還才 國中嘛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覺得很新 然後剛好 那時候 符合就是 他很有品質喔 跟龍香電影台 看到那些老片不太一樣 對 所以 那在後來之後 可能國中高中 開始慢慢讀了 一些 金庸 甚至我國中 開始讀 古龍 到了那之後 才慢慢就是建立起 武俠文化 或是我們對於武俠的一個 認同跟喜好 對啊 那在這之前 其實我 對於 港式武俠片 都 沒什麼感覺 嗯哼 對啊 好 這個是陳佑的 還有要補充嗎 是這樣 所以我不是很小喔 我是 哈哈 你不要講這個啦 好 不是很小 不是很小的陳佑 說出了他 對武俠的感覺 對 我們現在從 先從年輕一輩的輪一下 來 再來 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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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卓 來來來來來來 我想一下 欸 我的武俠片喔 如果要以動畫來看的話 這是神雕俠侶啊 就是你 一開始是看動畫 對對對 所以你的第一部武俠是神雕俠侶的動畫 那個 是日本人畫的那一部嗎 對 然後後來香港人 繼續做下去的那個 變得很劣質的那一部 喔 就是楊過後來出現有手那一部對不對 對 還蠻有趣的啦 反正 反正我看了那個 就是之前還沒有畫瘋掉以前的那個部分 還不錯 對啊 就是看了之後會 讓我 讓我 讓我有一種 著迷的感覺 嗯 然後記得 欸 那個時候好像是國小的時候 你那時候的著迷是喜歡 楊過的故事還是 小龍女神的 嗯 楊過吧 楊過 你喜歡楊過 楊過的那個 到後面啊 還還蠻厲害的是就是 我還蠻喜歡 就是那個歐陽公 還有那個洪七公 他們在雪山上面的那一段 你喜歡那一段 他們兩個人在那邊對 他們兩邊就是要 就是要傳授給楊過武功 然後然後互相比 互相較量那一段 我覺得那一段真的是 讓我讓我覺得 欸 這是讓我看到這一個東西的 就是武俠的魅力在 因為我覺得就是在講流派 然後在講功夫裡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雖然我很 很讓我吸引的 對吧 然後 如果說要 搭到電影的話 欸 應該就是臥虎長龍吧 喔 就到臥虎長龍 噢 噢 噢 所以 所以其實我對武俠的印象 大概 首度接觸是這樣 但是到後面有一些電視劇就是 有時候也會看啦 天龍八度啦 疑天屠龍記 射雕兵雄傳 射雕兵雄傳 然後射雕俠俠的也有看 但是有一些時候就 還覺得還蠻扯淡的 但是 比較下來大概 大概電視劇裡面我比較喜歡的是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就是 那個誰啊 那個李亞鵬那個版本 李亞鵬那個版本我蠻喜歡的 最經典的那個版本 對對對 那個版我真的蠻喜歡的 其他的就 對啊 我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因為小說我真的 我大概只有國小的時候 圖書館的時候 看神雕俠俠 看一下子 就看第一本而已 對啊 然後其他後面我就真的 沒有沒有什麼在看的 嗯 然後 這是莫佐 再來是 好啦 安西啊 天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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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老爺那個什麼 因為那個 你自己本身又是個編劇 對吧 然後又是一個分鏡畫師 對 那 可以請教一下 你對武俠 有沒有 你的第一部武俠 或者是讓武俠進入你生活 我覺得這個問題比較有趣 因為這真的可能是 中華民族才會有的 才會有的那個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第一部武俠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 第一部武俠的話 我覺得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武俠 因為 嗯 就說說吧 我其實小時候 小時候 對於港片最深的第一個影像 其實是武俠生的電影 嗯 武俠生的電影 我覺得武俠生他 嗯 不好意思 那個 其實武俠生 武俠生他的槍斷電影 其實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嗯 那其實我一開始不知道為什麼 嗯 後來在教授的講解之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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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俠生之前是當過武俠片的場機 他是有當武俠片的場機 所以他把武俠片的精髓放進槍斬片 沒錯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 我對於武俠的精神的 或是風格的領域的話 可能就是從 武俠生的槍斬片 去感受出來 嗯 嗯 對對對 嗯 嗯 所以 然後勒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覺得 武俠生有那個 有武俠的味道 俠異 俠異精神要動作上面設計 可是你第一開始看的時候 你之前沒看過武俠片 你怎麼會覺得那個是俠異精神 俠異 沒有我就覺得說 國外不會特別強調這種東西 嗯 對對對 因為我小時候看我覺得 好像香港比較 比較重視情義的那種感覺 就是跟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接觸的動作片 比如說像 終極警探 他們就不會講這種東西 對啊 最早接觸是這樣的感覺 對啊 嗯 然後因為動作設計上面 他們就會把武俠翻滾 翻滾 翻滾的那種各種特技 放進槍斬片裡面的設計 嗯 所以外國的槍斬片 早就是看不到 嗯 對對對 Alright 好 天老爺是這麼說的 嗯 來 接下來 來找個跟我同輩 因為我們一路從那個 一路問上來 嗯 來大俠大俠 既然叫大俠 所以他剛剛講說他對金庸沒什麼認識 但是那這樣也算蠻有趣的 那你 對於武俠這件事情有什麼認知 那個 我最早接觸武俠大概是那個 亂碼二分之一 亂碼二分之一 不是武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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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哪是武俠啊 那是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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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鬧片吧 好繼續吧 對那是功夫笑鬧片 功夫笑鬧 功夫笑鬧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 仙劍奇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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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因為鬥士版有個bug 對鬥士版有個bug 鬥士版 對你那個 你那個 玩到一個程度 然後你就是 那個存檔 然後再開一些遊戲 嗯 那個NP會留著 你上一場的遊戲的NP會留著 所以我就拿那個 我妹 她幾乎快要破關的那個NP 然後我從頭開始玩 原來是 妹妹妹妹妹妹幫過 哈哈哈哈哈哈 前面就超順超順 然後就可以順到 一直破關 這樣子 哇 那個 李逍遥啊 對那個 李月如啊 對這些話 趙麟兒 對對對 趙麟兒 劇情我都超熟的 對 反而是 今天晚上這個 金庸 那個時候 我身邊很多人在看金庸 嗯 那你為何不看 對 我對 我對大俠的這種故事 我其實 提不起什麼興趣出來 他可是去叫自己大俠 就是人家叫你大俠吧 是吧 你為什麼要叫大俠 我喜歡被叫大俠的 我對其他大俠沒有興趣 這樣 你既然被叫大俠 你怎麼不研究 要怎麼樣好好當一個大俠 這樣子 但是 那個 之前那個黃飛鴻 我們小時候黃飛鴻很紅嘛 嗯 那個時候我也不太看 我也不太看 為什麼 因為他太吵了這樣 對 可能我內心有一點的反骨吧 那時候最吵的東西 我都不太看 身邊很多人看金庸 嗯 我都不太看 然後那個 很多人看黃飛鴻 我也不太看 一直到 我真正有仔細看過的武俠片 已經到臥虎長龍時代 那看了 所以臥虎長龍 反而算是你第一部實際有看過的武俠片 實際認真看的 實際認真看的武俠 對 以前那些什麼台式的那些 倚天楚龍記啊 那些 然後呢 要把 要把王金的那個 倚天楚龍記魔教教主加進去 其實那個要 那個 好啦 那個也要算 如果那個不算的話 那比較早的是那個 但 但我那 那個王金那部 倚天楚龍記之魔教教主 我自己看完 我都覺得說 哇這部片在幹殺小 但是 他就是有點像賀稅式的東西啊 對啊 就是王金的電影啊 但是他基本上 但是他 基本上還真的是 造成那個什麼 金庸的套路去做的 你知道嗎 因為張三豐的個性啊 其實 好啦 沒有到那麼誇張啊 但是他其實也是一個 呃 很不按理牌出牌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王金裡面 那個張三豐的那個 就是倚天楚龍記裡面 對張三豐的詮釋我還蠻喜歡的 你知道他是一個 沒有 沒大沒小的老人 然後他可以跟張五季這個 圖孫 你知道嗎 兩個人在那邊講這個社後 嗯 對 所以我那時候反而 還蠻喜歡 張三豐的這個味道 那個什麼老大 每天早上都一入晴天 我覺得那段很可愛 你知道嗎 很有 那很有 應該說那個角色有被塑造出一個可愛的感覺 雖然說張三豐在金庸裡面沒有 在原住角色都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是呢 其實也 他也不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男人 你知道嗎 好 繼續繼續 對 那如果那個 那個 那個魔教教主有算的話 那個東城西舊也有算 東城西舊 東城西舊 東城西舊已經有點接近斷馬二分之一那個樣子 知道嗎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他就是拿武俠來顛覆的 嗯 雖然說他 很明顯他是在顛覆的是那個什麼東邪西蘆這個東西 對啊 對 還有比較那個 比較 異類一點 比較科幻性原創性的話 那就是那個 嗯 陸其風曾經導過一部片叫東方三峽 東方三峽 也算了 算是時裝武俠 但是他其實可能更接近現在的超級英雄電影 是 沒錯沒錯 然後 再來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周星馳的韋小寶 其實韋小寶的精神算是做得不錯的 說老實話 雖然 雖然小說的東西在裡面幾乎都被改了幾八糟 但是 那個 但是 周星馳他在詮釋為小寶這個角色上 他其實還蠻有 還蠻有神韻的 就是他還蠻接近 金庸裡面的那個微小寶 嗯 雖然故事雖然發生的故事 不太 就是已經已經面目全非了 但是這個角色精神 算是接近 對 好 所以這就是 大俠的武俠路 是這樣 是吧 大俠對 大俠我的 小時候對其他大俠的印象 至少在臥府長龍 在臥府長龍 那臥府長龍呢 你看臥府長龍的感覺 你對武俠有改觀嗎 應該說我對李安改觀了 對 基本上 基本上是靠李安之音 所以我才接觸到臥府長龍這個故事 看完之後 那時候也才十幾歲了 我看了之後 覺得 李安這部片還蠻好看的 請注意 是李安這部片 不是武俠 蠻好看的 所以前面你都覺得李安很難看 是嗎 應該說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領略到 原來李安可以拍這東西 其實 其實我得說老實話啦 李安的東西不是 不是 稍微優點那個社會經驗年紀的人 他不 不太能夠吸收 知道嗎 他就他的電影是給大人看 所以你 比如說像高中 我高中的時候 大家一直很捧李安 但是我在看李安的時候 我也覺得我沒感覺 但是這種東西是要 一點社會經驗之後才有辦法 對 好 來 等一下 你們 可以先彼此聊一聊嗎 我想要去上廁所 我等一下 你們先中場休息一下 然後我 尿完尿回來以後 開始講我自己的 OKOKOK 我來講一下 因為前幾天剛好 就是剛好就是金庸過世 那一天 然後 我們的電影的社團裡面 就有人在 開始在講說 我們來免花一下金庸吧 就說說 你們最喜歡哪一部 金庸改編的電影 而且還整個電影 電視劇不行 然後大家就 滑一滑滑一滑 我來 欸 喔 那個 熟悉金庸 的 電影跟小說是嗎 嗯 怎麼 什麼東西 就是 大家 開始去回憶說 金庸 被改拍成電影的 有哪幾部 嗯 我們覺得好看 然後哪幾部 我們覺得真的有金庸的味道的時候 才發現 目前啊 沒有一部 金庸改編的電影 有金庸的味道 喔 那 大概有幾個共識 就是大概就是 說欸 笑傲江湖 跟後來 徐克監製的那一部 東方不敗 是 技術層面 當時做得很令人驚豔 然後他的 影響很深遠 然後再來是 王家衛的東邪吸毒 喔 那個是 所有裡面品質最高的 這樣子 嗯 所以我就 然後我們就聊聊聊到說 欸 你看 王家衛拍的東邪吸毒 他其實只是借用金庸的 那個 那兩個角色的外號 可是他裡面講的故事 根本就跟原本的射雕英雄傳 完全無關的這樣子 嗯 然後甚至呢 他那一部片的情編 那種感覺 氛圍 還有情調 其實 很多人都說 他更接近 另外一個武俠作家 叫做古龍的感覺 喔 然後所以 我們就開始在討論說 欸 那 所以 欸王家衛比較適合拍古龍喔 這樣子 然後我就突然突發奇想 想說欸 我來寫一篇文章是關於說 我認為 哪一個導演最適合拍哪一個 武俠 他 的那個 作品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說 欸 徐克 徐克他的作品 常常是 金庸的這樣子 喔 但是 徐克一點都不緊 可是 後來 啊什麼 我得說 我得說徐克一點都不緊 就是說 以讀過小說的人 來看的話 他一點都不緊 就是 我那時候的 我第一 第一感覺就是 徐克的感覺其實更像另外一個 小說作家 叫做溫瑞安 為什麼呢 溫瑞安就是寫 他的武俠是 很奇幻 然後呢 很很鬼魅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那個招式啊 裡面的武器啊 甚至什麼 毒品安器都很超現實 然後呢 溫瑞安的小說就是 一直死人 然後呢 主角的一直去查案 然後越查死越多人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 那個故事會是一種很 很 很有點扭曲 然後甚至扭曲的 有一點 那種 詭異美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 我的天啊 徐克其實很 很適合拍 溫瑞安 包括他 在那個 技術上的追求啊 你去看徐克的 武俠片啊 裡面的動作設計 其實都 都很天馬行空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 徐克很喜歡去 設計一些很新奇 古怪的兵器啊 然後甚至他的那個 故事也都是 那種有點推理懸疑啊 然後有點異色的感覺 就說啊你看 那個徐克啊 他拍了 星鼠山劍俠 還拍了兩語聲的七劍 然後他呢 監製了古龍的 什麼三少爺的劍啊 還有金庸的 那個消耗江湖 什麼都拍了 然後什麼呢 大家都覺得說 怎麼徐克 詮釋的就是有點怪怪的 結果 徐克 最沒有拍的就是 感覺跟他最適合的溫瑞安 這樣 然後再來是 是古龍 古龍我就覺得說 像上禮拜兩刀的張藝萌 他講故事的方式 就 有一點像古龍 對不對 然後像王家衛他的情調上 那種 有點浪漫啊 然後其實王家衛拍的幾部 呃 像是一代宗師 或是東協西讀 裡面講的功夫都是很 深奧很玄妙 然後甚至有點抽象的 他跟那個古龍的 寫的那種武學是 很接近的 這樣子 對啊 所以之前有時候看到人家就說 欸徐克又要拍金庸了 然後我常常就會感嘆說 怎麼都是一些好像不太跟不太金庸 style的人 然後來拍金庸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現在會拍武俠的導演也很少 所以就會變成我到最後也是還是還是珍惜徐克 對 雖然說我覺得徐克的東西不 不武器 就是不金庸 但是不代表他不武俠 嗯 對對對 好吧 我上完廁所回來了 對 讓我來講一下我 我的我的武俠史 好了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把這個問題拿來問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要知道大家什麼情況 因為我覺得啦 我的武俠 我的武俠就是金庸 金庸後沒有武俠 我那時候 我的生涯 我的讀書生涯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我小的時候 如果你要講說我第一次接觸的武俠是什麼 那也是電視劇 嗯 第一次接觸的武俠叫做 神雕俠侣 那是潘英子演的 那是潘英子裡面在裡面是會飛的 你知道嗎 然後裡面還有一段鏡頭是那個 而且我那時候小小年紀 呃 很小的年紀看啊 那裡面還有點情色 就是裡面有一段這個 兩個人那個 就是小龍女跟那個楊過兩個人要互相 呃 要要練功 然後練一練然後小龍女就 吐血 內傷吐血 然後他那個前面呢就是沒有 我還記得那時候潘英子問夢飛啊 夢飛當時是小生 然後潘英子的是已經那個什麼 算是超齡演出小龍女 然後在演的時候呢 就是兩個人就是隔著 前面有竹蠟燭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兩個沒穿衣服 因為小說裡面就這樣的 就是他們兩個人 呃 在在練這個功能時候 身體那個什麼 不能穿衣服 要不然你會 你會熱氣反視體內 你就會 就會走火入魔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就不穿衣服這樣子 就當時 這後來看小說也發現說 我完全演的是幾乎一樣 就是 有樹枝 齁 就是有樹枝掉下來 然後打在那個什麼小龍女 身上小龍女一驚然後他就 種他就內傷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 沒穿衣服 沒有穿上 這樣子 很香艷耶 我那時候才小小小年紀 大概才 六七歲大而已 然後 孟非的那個神雕俠侶 其實是那種很老的 就是三台的那個時候 播的東西 對 然後 這我腦袋裡面就是很大震撼 你知道嗎 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震撼 那 可是 因為我的小時候 因為我前面 我們剛剛不在聊嗎 就是我的小學 我的小學時代是非常多彩多姿 每天都有活動 你知道嗎 所以看電視這件事情 真的是偷偷看 就是沒有辦法就是 偶爾就是因為家裡面開電器行 所以都是電視 都是電視機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家長反而很擔心 自己家的小孩會 會不會因此受到什麼影響 因為當電視 在那個時候算是新興產物 就是 有電視兒童啊 然後有輻射線啊 然後或者是小孩子看電視 然後會近視眼啊 這類的 連電視都在宣導喔 知道 記得那時候最常出現了一個宣導影片 就是 一個孩子在整個黑暗 當一片黑暗當中 戴著厚片的眼鏡 然後看著那個什麼 電視螢幕一直不斷射出那個 很七彩炫目的光彩這樣 那時候 我我我我只記得 我小時候 小時候在看那個畫面 想說誰這樣看電視啊 你知道嗎 但是我跟你講 我現在我現在已經這個樣子 我現在也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 LCD的時候 房間也不喜歡開燈 這樣 我就這樣看 但是 我當時在看那個孩子 他們那個宣導影片的時候 都覺得幹嘛誰這樣子 但是 好啦 也就是因為那樣子 所以我小的時候其實不太可能 把那個連續劇看完 除非我媽媽入迷 可是我媽媽又不迷那個武俠 武俠 電視劇 你知道嗎 我媽媽 那時候在迷的都是 窮瑤劇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有追完都是 都是劉雪華的曲 就跟我媽媽要看 所以我就陪著他看 這樣 我很想看電視 你知道嗎 所以那是什麼 庭院生生 對對對 庭院生生在水一方 海歐飛樹踩雲飛 我都記得 你知道嗎 然後永遠女主角都是劉雪華 男主角都是情漢 你知道嗎 應該是說 小時候 我記這個東西 比記那個 老師教的課還要多 還要清楚 為什麼 太難 太難有機會看到了 所以當有機會看到就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好嗎 對 所以呢 在身邊告訴各位家長們 如果你不希望你家孩子 以後去做電視產業的話 你就要天天給他看電視 你要讓他看到 他覺得這件事習以為常 真的沒什麼了不起 你知道嗎 我都覺得我 為什麼現在會去做 媒體產業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原因 你不給我看 我就越想看 打電動也是啊 你不越 越是禁止我 我就越覺得這件事情 神秘你知道嗎 像禁忌一般我想要去碰觸 你知道 而且我就是在碰觸的時候 有快感 然後我就在那邊 研究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對 就是你越是禁止他 在他叛逆期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當成他人生置業 你知道嗎 所以 如果你不希望你家的孩子做什麼 你在小時候你就要瘋狂灌他 灌到他膩 你知道嗎 你一定要反其道而行的 好 再來 講到 電視嘛 就是沒有辦法 接下來武俠片不能看電視 然後接下來呢 是 進入遊戲時代 遊戲時代 那個時候 正好是286的年代 很早喔 還是單色的那個喔 單色的那個螢幕喔 我的第一款遊戲叫做 吞食天地 對 可是接下來就是那個時候 還是那個什麼 三國時代的東西這樣子 RPG 然後後來玩三國演義 可是在最後的第三款遊戲 是我的第一款武俠遊戲 叫做 俠客英雄傳 應該叫俠客英雄傳 應該叫俠客英雄傳吧 應該就是現在的河洛工作室 以前做的東西啊 然後他是一個 他就真的是一個RPG 只是他是一個武俠世界的RPG 你可以自己取名字 然後你就是會到處就是 然後他的玩法有點像是那種 勇者鬥惡龍那種玩法 就是 你的敵人會在前方 然後 他基本上他不會有任何的動作 他只是一張漂亮的圖而已 然後你看他一刀 就一條斜線在他身上 然後就正下 他使出什麼什麼招 然後你使出什麼什麼招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可能你受了傷 然後就去旅館 酒館那邊 就是去去休息 那就完全都是 完全都是那個套路 對 但是那時候我其實已經非常想要玩這種遊戲 不知怎麼的 就覺得這種冒險遊戲很棒 然後又有中國鳳 你知道 那時候還有一個還有一款遊戲叫做俠 俠影記 但是俠影記我真的不會玩 因為就卡關了 就完全不能玩 然後呢 俠影記 卡關不能玩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知道那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玩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故事 就這樣陰錯陽差接觸到金融 然後事實上一點關係都沒有的那個叫俠影記 對 可是呢 因為我媽其實 我媽媽其實是金融迷 你知道他有收集一大套 白皮的 你知道 白皮的新修版 現在真的覺得那超可惜的 因為都被我翻爛 都被我跟我弟兩個翻爛 知道 那個時候因為 就是我在那時候看 因為我媽那時候是 禁止 嚴格禁止我們看武俠小說的 對 現在想起來 禁止的有道理 因為一看就中毒 完全無法自拔 那個就真的是 就卡在裡面 你就是出不來 你知道嗎 對 然後那個 那個時候為什麼會看 你知道 因為我喜歡 想要玩俠影記 可是不能玩 就是完全卡關 而且那個故事 就是不知道怎麼玩下去 然後呢 我媽呢 那一套金融裡面 有一套叫做俠客型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進入了 但是呢 說老實話俠客型我沒看懂 太難 你知道嗎 那一開始任何人進入看金融的時候 都有點困難 嗯 就有一點 因為他的那個文字啊 事實上就不是 就是 他也不能算是文言文 他就是有帶有古味的白話文 你知道嗎 就是裡面有很多那種 比較裝飾裝飾的文字 然後這些裝飾的文字 就是比較老派 就是那個什麼 有一種那個古風這樣子 所以你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是有點 不舒服 就這樣俠客型 看了沒幾夜 我就把他丟到一邊去 我還記得我弟 我還記得我弟那個時候啊 因為我媽 禁止我看武俠小說 然後我翻來看了之後 我弟知道以後 就把他當成我的一個把柄 然後他告狀 他對他 對他要告狀的時候 他就會說 那個時候就故意把他翻出來 就說 不要再看俠影記啊 對 對 但是 那叫俠客型 但是好啊 那個我忘記這件事情 後來結果怎麼樣 總而言之 我後來 真正開始 就是我開始認真閱讀 那個武俠小說 大概在這過後 大概幾個月後 然後我媽突然間有一點點 好像有點放棄 放棄 放棄這件事情 後來想起來好像是因為他 當時那個什麼 我媽媽轉了業 他就把我去做直銷 做直銷 以後人比較忙 門比較忙 可能就比較 不管我做這件事情 可是呢 就是這個音錯 揚插 我就打開了進入武俠小說的大門 你知道 我還記得那一年是我小學 五年級 正在學基督同龍的年代 五年級 然後 射雕 那個那時候那一套 還叫大魔英雄傳 射雕 那叫大魔英雄傳 然後 我還記得第一張 非常非常難入口 你知道嗎 一開始的故事是 三合院裡面 然後那個 一對夫妻 兩對夫妻的故事 我想這是武俠小說 就是 種田的故事 你知道嗎 對 然後一直到 然後一直到 有道士過來 然後突然間看得不順眼 然後跟他們打起來 這樣子 然後還打得很辛苦 那是武俠小說嗎 你知道嗎 但是我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耐著性子看下去 因為我 應該是說 我的從小的那個什麼 老媽對我的教育 家庭對我的教育 就是一直逼迫我閱讀 你知道嗎 沒有 他們沒有時間照顧我 所以我家裡面有一堆書 先從那種什麼圖畫書開始看 然後到什麼漢森小百科啊 或者是這種名人傳記啊 或者是什麼漫畫 世界歷史啊漫畫 中國歷史 就是我後來就是讀書 變成我的一個 習慣性動作 看書是有樂趣的 因為你就會一直知道一些 不知道的事情 從還不會講 從還不會認知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算 在看武俠小說 看的時候算是一種進階 因為 從那個時候就已經沒有任何的 住院符號在旁邊啊 跟名人傳記啊 以前那些名人傳記 什麼貝多芬啊 什麼愛迪生啊 旁邊都有那個住院符號 然後五年級 開始看武俠小說的時候 就是一個挑戰 那個東西就沒有 沒有住院符號 好 可是就還是耐心的看下去 但結果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無法自拔 太好看了 這故事好好看 因為 金庸的特色在於他 因為我以前的那個叫 我以前 就被養成到很喜歡看歷史故事 歷史故事對我來說 就像是一個故事一樣 對 因為可是因為你覺得是真的 所以又覺得說 有一種神往的感覺 什麼情史皇的故事 什麼三國五 貧窮故事 然後再看金庸的時候呢 金庸他自己 後來後來 我說後來才知道 金庸自己是學史人 他是史學家 所以他在他在寫小說的時候 他會把一些歷史的那個 背景把他灌進去裡面 這是他跟別的武俠小說家 其實很不一樣的地方 他是 他的 故事其實是有很明確的年代 然後很明確的那個背景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 往往他會塑造一個非常大的這個 一個環境 然後 把人拜進去 然後從 這個人很卑微的時候開始講 所以 當你慢慢看的時候 你就會 開始覺得說 這個 這個人接下來到底會怎麼樣呢 你會越來越關心這個人 你知道嗎 然後 射雕英雄傳的故事 其實現在看起來 他就是很 很單向的那種勇者 勇者 他就是一個傻傻的孩子 然後 被七個師父教武功 然後 天資不聰明 但是呢 人就是 他不聰明 但是他就是非常的 善良 非常的努力 郭靖 這個那個角色叫郭靖 郭靖的那個個性就是所謂的 很努頓 資質努頓 就是笨 講話很慢 可是呢 很乖 你知道嗎 所以 就是 他知道有一個人生觀 就是人家要人家練十天 我就練十年 他的價值觀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所以他就是非常困難的一個人 所以 不會 就練到會為止 甚至到他要去下江湖的時候呢 人家都 就幾個師父 其實都很愛他 因為這個孩子很乖巧 知道 又很聽話又很孝順 這樣子 就是所有的那個爸爸媽媽心目中的好孩子 就是郭靖 不會就是 就是笨笨 但是就是很乖 你知道嗎 又很聽話這樣子 然後到他要去出江湖的時候 七個師父還感到 擔心 想說 其中有一個 就跟他講說 打不過 逃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要特地跟他講的 因為 這個人太用功 太努力了 就是如果他碰到敵人 打不過他會繼續打 會打到死為止 所以他就跟他講說 打不過我逃 你知道嗎 然後 後來真的發生了 就是 可是他就是沒有聽這個話 因為他已經忘記這件事了 腦袋裡面就是 打不過我加把酒 就繼續打 這樣 就是一直摔在地上 但是就拔起來 弄弄到最後對方 整他的人臉色都很難看 就是 把他嚇不了胎 你知道嗎 因為雖然一直打贏他 可是其實眼淚 那種情況 對那這個故事其實很好看 因為那個角色 其實就是可愛 然後就一步步看下去 然後再遇到了黃蓉 就是可愛 漂亮的女孩子 然後就一路這樣演下去 然後到最後變成了 學會的想動師發展 然後 既然可以跟東協西圖 南地北蓋還 可以站上 那個什麼一小陣子 之類的 就是這樣子 而且 當時我覺得最爽最爽 這個故事好長啊 我可以看下去 你知道我就有一種 那時候覺得有幸福感 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角色的故事很長 我不會有讀到一天 因為我們以前在看小說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傷心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好喜歡這個角色 可是他的故事要結束 嗯 你知道嗎 你會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 然後再看 那個再看 金庸的時候 就真的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我知道 我還有好多時間可以看他 你知道嗎 就可以一直看這樣 然後 而且金庸他就是 因為我們 開始接觸的時候 他就是已經 全部都已經他創作完 15部小說 所以就 後面還有 就是射掉我以後 還有 還有神雕俠侶 郭敬還有 很高興 就繼續看 看完神雕俠侶後就看一天圖龍記 我就接下來 再看消耗江湖 然後再看天龍巴伏 完全進入那個什麼 武俠世界 而且那段時間 我記得我自己 因為你彈圖都變得很武俠 看武俠看金庸真的會有這個問題 接下來講話會突然間有一點那個 會突然間有點咬文嚼字 因為你每天都在看這個東西 你到時候講話都變得有點這樣 那 好啦各位在座的四位 可能 少一個人 莫佐就下線 太累下線對不起 沒關係莫佐本來就是 那個什麼身體本來就欠價 沒有我是真的真的那個什麼 推薦在座的那個 如果你們沒有看武俠小說去看 絕對一發不可收拾 真的我那時候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賞錢如此 不況是現在 然後寫金庸的特色就是這個他的故事還真讀不利 我可以很多年後隨時 要讀我就在讀 我曾經有就是有一段印象最深刻就是當手機興起 我自己的手機興起 然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弄電子書 就是找電子書 然後去找 然後把那個 整整套的那個什麼金融放進去 然後我每天早上去買早餐的時候我就讀上那麼一小段 就這樣子過了兩年然後我把 大概那個什麼 從射料新的英雄再又看完 然後又再看成料下 然後就這樣慢慢看 為什麼他真的是非常好殺時間的一個東西 他的每一個東西其實都很有趣 而且應該是說好了我現在應該說好我不知道其他的人 我古龍事實上有稍微看一下但是我其實沒有辦法看完 但是我覺得金庸的特色就在於他有辦法描述這個人的動作 你腦袋裡面有那個人的樣子 他講得很清楚 然後那個時候人家一招攻過來然後他仰天一個鐵板橋你就可以知道你那個人其實是養的 然後他那招其實從哪裡過來 或者是臥虎 或者是那個翔龍十八掌的坑龍遊會 右手臂畫一個小圓圈然後往前推 其實他講得很清楚你知道你知道他是怎麼出的 但是你看古龍的時候其實他比較沒有在講這個 他一招什麼什麼什麼 很抽象這樣 一個漂亮的東西可是他到底怎麼打的你不知道 對這也是為什麼後來 我覺得徐克啊不金庸的原因 因為徐克的打架的動作跟 金庸在小說裡面完全不一樣 像是所謂的 金庸講得比較不清楚的應該是笑傲江湖啦 就是五五九劍這個東西 破劍式破什麼 沒有他也還是有講 但是我覺得他講的東西其實是言之成立的他說 他就說 十八班武器他每一個都有破綻的 你只要找到他的破綻然後自立於極限 就是他其實是把所有的 那個東西是有可能那個理論是有可能的 因為所有的招數 他們總是會有一個共同點 共同的所以他就等於是把所有兵器 的共同點整理出一個理論 就是不管是就是比如說實踐的不管是哪一招 哪一個流派 他們總是會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所以你只要攻擊他的哪裡哪裡哪裡 就一定會被破 然後再加上江湖的故事算是已經有點像算是顛覆武俠的故事 因為在射雕英雄傳那個時候還是以招 各門各派的打一個招利害 拿一個精神強大 來來來做那個定義 可是到笑江湖的時候已經有點要 他要描寫是一個已經僵化的武林 所以每個人出招都傻傻的 然後就是他們已經不會變化 然後到最後就是變成 令狐充這個角色他學會獨不久 就專門他是一個無招勝有招的人 腦袋裡面沒招數他隨便亂刺一件對方 現在手忙腳的不知如何化解 然後那其實是已經在 為整個武俠的那個故事做一個反諷 在做顛覆 在做顛覆 裡面也就開始影射出一些那種各個流派 其實反而鬥爭 可能還勝過他們的那個對武術的那個 修為的那個 投入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比如說什麼華山派的 建中與氣中之爭 然後劍中 氣中好像反而比較厲害 氣中雖然好像 最後是你的那個人 氣中的那個 武功其實沒有比較 然後劍中反而是 喔比較靈動之類的 可是這兩這兩幫人嘛 遇到獨骨酒店還是敗下陣來 你知道就是他們 還是有一個門戶之間 他們還是沒有做總會貫通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就是你到最後要 武林中師到了某一種程度 就是武林高手到了 武術高手到了某種程度必須要能夠誤到說所有的東西是殊途同歸的之類的 但是他們所遇到的那些招式 那個流派的人都還沒有 都還固守在自己的將的那個 招式 裡面 而且已經開始變成有一種 變得有點僵直 就變得好像 我這邊出一招你應該要用那一招來應對我 如果他不用這招應對你 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然後就覺得開始覺得對方很危險 因為他看不透他這樣子 那個小江湖那邊已經開始變成這個樣子 對啊 來那為什麼提到小為什麼會很難聽到小講 金庸好好就是金庸到金庸他在講那個 人物的動作的時候其實講得很清楚 腦袋裡面都有畫面他是一種比較寫實風的武俠 就是他大概就內力吧就是大概就內力這件事情他是比較奇怪 可是因為他講了太多寫實的東西了所以 你到最後都忍不住希望內力這件事情是真的 真的是這樣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現在 現在中國那邊的流派會很多人就說 我在練氣啊 在練氣 事實上有很多其實是有很多 事實上真的是從金庸那邊的武俠概念來因為 我覺得你看 儲留鄉啊你是不會覺得你自己也可以練到氣 金庸你會真的有一種錯覺覺得你自己 好像只是你沒有那個沒有找到厲害的老師 那種感覺 因為他有太多東西是有佐證 或者是他有他他會提出那種類似那種那個什麼 明明書房看這種東西 就是他會有一些那種 證據啦他會有一些證就是他會提出一些證據或者是他 西元 多少多少年 旁邊會有條目 這個時候正好 蒙古去攻擊誰 那些都是那些史詩都是有根據的 然後歷史上可能真有這個人 然後他會把他的虛構人物把擺在這裡面 就讓這整個武俠小說好像又同時又是一個歷史故事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我那個 你在讀的時候你又會暗示希望他是 然後你會覺得我這個人 而且在現實生活也真的很多人信以為真 而且在現實生活也真的很多人信以為真 我記得我自己的誠意有真的有一段時間是 很堅持郭靖是真的這個人 因為他在最後有 裡面有一段故事 他幫襄陽守城 然後襄陽守城 然後接下來那個什麼 就是去 再一次第二次華山論劍的時候遇到了張軍寶 然後張軍寶就是後來張三峰 那張三峰有這個人啊 那你也就是說他這個人他 我們我們那個腦袋裡面就會 很希望這件事情是真的 你知道嗎 就是啊有張 真正有張三峰這個人那一定有郭靖這個人 郭靖一定在的啦 你知道嗎 你會很希望你自己的人物 而且因為他寫那個人物的個性很鮮明 所以你會真的希望說這個人存在於世界上 那這種入迷的狀態呢 哪怕在遊戲裡面我也看到過 像巴哈姆特有一個三國版 裡面充滿了各種 那個什麼 他覺得關於一刀可以P15個人的這種 覺得是真的 人票高五公子 覺得是真的為什麼 因為他很入迷 他希望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就充滿了這種言論 你知道嗎 無雙是真的 一個人比一檔千絕對有可能的 這樣子 會開始解除各種邏輯跟理論跟佐證之類的 沒有我們都有成我們都曾經有過這樣子的年代 對啊 哪怕我也希望鋼彈是真的 人類是真的嗎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什麼阿姆羅的那個什麼能力 希望是真的 在我至少我覺得在我國中的時候我真的很 期望自己 希望這件事情是真的 因為對我對那個時候的我來說這個那個世界都還是充滿了位置 那 何妨出現這種東西 對不對 既然他是未知的那這種事情 為什麼沒有可能 你知道嗎 所以 我一直都記得那個時候的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那個什麼 對算非常非常中的 這就是中二病 那 那個時候我其實對於 大概也在那個年代吧 東方不敗啊笑到江湖都出來 對 可是我那個時候其實很不喜歡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是金庸民 然後我那時候最不就是我變成了一個援助黨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會認為說 這個東西 就跟那個什麼小說裡面完全不一樣啊 他怎麼不是這樣寫的 你知道嗎 他這個什麼電影很爛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 國中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其實 我們會是以作者黨為主 現在你現在還是可以看到很多中二的影迷會這樣講 他們會認為那個什麼電影一定要緊跟著小說 對 就比如說那個 哪怕是動畫的 也是啊 動畫也會有分那個那個新小說有沒有 改變成動畫也會有援助黨 你根本不懂他是怎樣怎樣的人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是那個什麼小說那個小說裡面有提到嗎 所以你不懂這個角色之類的 對可是對動畫的來講 他就沒眼啊 他沒眼你怎麼可以要我去相信沒有的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這就是動畫的小說的會開始吵起架 那可是我那個時候我也當過原作黨 我那時候就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忠誠的原作黨 一招一試我都覺得不可以這個樣 還記得東城西舊我也很討厭啊 因為東城西舊裡面有一招那個什麼他那個 紅西宮有一招叫做神東百尾 對 然後我那時候不能接受的時候 香東十八掌是長他為什麼用腳踢他呢 那個神東百尾這不是香東十八掌 你知道嗎 因為他把那個形作出來就做出神東百尾的動作 然後用腳踢他 對可是我那時候只有我看過 因為在 因為很多人都看過東城西舊 然後就是班上同學說這個就是神東百尾 然後就演會在那邊會擺那個動作 然後就我一個那個邊緣的人唯一看過金庸的人說神東百尾才不是長這樣 你知道嗎 你就會很生氣 你知道就是為什麼 因為只有我知道你就會更捍衛你自己知道的事情 你知道嗎 徐克也是啊 徐克的獨孤那個什麼笑到江湖裡面的獨孤酒見也是我認為非常的不像 不像原著的東西 因為破那裡面什麼盪見事啊破見事啊然後 他發展出各種招數 可是那些招數呢其實我都覺得 以一個劍法 一個用劍法的人來講啊 他非常的不善待他的兵器 你知道嗎 他把劍插在地上 然後腳踩在劍柄上面 然後或者是用劍撐住自己的身體然後開始踢腿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的腿難道很銳利可以去消人嗎 所以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就是會充滿了各種不爽 就會覺得很 不喜歡 就是不喜歡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那 這種 這些種種就是在那個那麼早就當了援助黨的一個孩子來講 就是那個時候等於偏激的眼光看所有的武俠電影啊 都覺得不行 這不是這不是金庸 這不是武俠 然後內心裡面獨尊金庸你知道為什麼對我因為對喜歡看故事的人來講 大家會覺得他很寫實 會寫實的東西絕對是對的 講虛幻的東西你那個沒有講清楚那你偷懶 我那時候就不看古龍的原因就是偏激嘛 對這是偏激 已經三十八歲可以承認自己以前的不成熟 對 那既然金庸已經故事我其實就是今天要趁今天來講一下我 我到底怎麼樣我的武俠小說之路 對那 是 翔弄十八場 沒有說他應該也是參考前人作品而來 但是那個時候我小小的心靈不會這樣認為而且會覺得這樣侮辱了我的那個什麼欣賞的大事 我會我會把他神話就覺得什麼東西都是他獨自想出來的 那現在我在告訴你們是你們在崇拜一個人的時候可能會發生的各種情形 就都會有都會發生這種事的他會變成神 什麼事情的都是最好是他自己一個人想出來的如果有任何一點點 玷污這個神聖性的話 你就會覺得對你就會覺得他侮辱了你心目中的那個神 他最好做什麼事情都是要自己一個人獨立獨立做出來 開天屁地只有他一個人這樣子 沒有這我會告訴你們這種情況就是說很多粉絲可能會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然後呢我同時也告訴很多粉絲們現在可能正在進入這種狀態 對我現在是甚至說有點 應該說年紀有點大算是有點小型過來 但是我有的時候會認由我自己去進入這種狀態 比如說有人在跟我在聊起鋼彈的時候我故意讓自己進入這個狀態 就是沒有因為當粉絲其實有種時刻是幸福 你會沉澱金那種幻夢當中的時候你會覺得你是幸福 對 是 好來那那個什麼好我們繼續講這個還沒講完喔 我對於那個什麼金庸改編影視作品的那個什麼 不認同這件事情啊 一直到了臥虎長榮才終於結了我的那個貨你知道嗎 嗯 雖然臥虎長榮他就不是金庸改編的東西 但是呢李安他幫他幫那個裡面的武俠人物所做出來的那些動作 好現在那個早上你可以先把我歸類到那個什麼 只是喜歡看打架的好了好 然後先不提那個李安的那個兒女行堂這件事 先提他裡面的打鬥跟他的那個動作不復排這件事 就是 金庸裡面常常會想到輕功很強這件事 輕功很強人家丟過去的時候就是好像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過去 但是呢回過頭來就又覺得自己是不是神經過敏 你知道那個 在臥武藏龍裡面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有人把這個東西巨線花跑出來 就預交龍進去盜見的那一場戲 劉泰寶在外面那個什麼 尋躲有沒有 然後後面突然間一個影子飛過去 對對對那個什麼踢雲仲就是這個樣子你知道嗎 腦袋裡面在想說 那個什麼那個張無忌啊他那個什麼 躲到某個地方去人家都沒有辦法發現他躲到那個宅院裡面對一定是這種狀態 他把我腦袋裡面的畫面演出來 你就是那時候看我真的是有一種感動 因為他是真的有一個把我腦袋裡面的那個畫面然後整個弄出來 巨像畫出來的東西 因為之前的東西太多借位了 你知道嗎這只有武藏龍又老老實實把弄出來給你看 然後我常常裡面也有很多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常後來有一段時間非常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打鬥其實是 有加入一些寫實性進去 嗯 雖然他還是奇幻 但是他就是在奇幻當中加入非常多 合理性進去 譬佩佩跟那個什麼蔡九在打鬥的時候 劉泰寶達刀砍進去有沒有 那一段其實就真的那個 金庸裡面也曾經提到過這個人插進去然後反而造成兩邊的麻煩 然後蔡九就把他踢開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他被點穴點住了然後站在那邊有沒有 就被定在那個地方然後兩邊 突然間兩邊的人在那個時候在他耳邊開始交交錯兵器有沒有 然後這時候李安還很聰明的就是把聲音 故意把他們兩個人互相叫罵的聲音錄進去 蔡九在裡面喊啊你這個你這個死狐狸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害我家破人家我今天笑到你的名 然後那個另外一邊也是 鄭佩佩也在那邊大火大叫然後劉泰寶就很緊張 然後就那個刀劍就從他耳朵在那邊一直過去 他很怕自己被刺到 然後那時候覺得哇靠他就是把那個 那個東西其實他已經把那個 過去啦徐克啦王金啊 或者是微小寶或者是那個什麼 他們在弄東西的時候其實都是套武俠的皮而已 他們想要講的是他們自己的東西 沒錯 可是呢 我可以看得出來 李安啊他是個武俠粉 他明顯的知道說這個是他以前讀小說的時候覺得哇那個東西在現實上面他是怎麼樣 而且他很認真的要把他呈現出來 然後而且他還找到一個很好的方法去轉換他自己想要講的故事 所以我之前也在李安之夜裡面提過啊 我覺得物武藏龍是他最具娛樂性的東西 因為他找到一個很成功的方法去轉換他的那個 彼此欲言又止的東西然後 在那個世界裡面就是最反而非常非常的美 在其他的事 在他其他的世界觀裡面這件事情是一件悲劇 對沒錯 很傷心的事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可是 只有在我我場裡面這件事情很美 嗯 對那 繼續下去就是 我武藏龍裡面的另外一段就是他們 輕功朝上飛然後飛上的竹林然後站在竹林上面飄逸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很美 很優雅 然後那個就是我目前為止看過的武俠故事裡面最優美的 東西後來其實是張藝謀 我覺得他們也從來沒有去把這個飄逸做出來 張藝謀差遠啊 張藝謀的輕功打鬥是他們兩個坐在車上打架 你知道嗎 你就是你就是永遠都看到他所中景特寫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東西一直不斷的在往後 英雄也是啊他們就站在兩個台上面在旋轉 然後就一直在演他旋轉這樣 就那個票但是那個飄逸就真的是不好拍啊 那也就只有我 只有目前也大概就只有李安這種偏執狂去把他搞出來 你知道嗎 對真的我就是從那個之後我再也沒看到過 我就再也沒有看到過 然後 那一段另外一段至於那個玉嬌龍在裡面打鬥那一段戲啊 我那個也就是應該說 他好在我腦袋裡面全部都是那種把那個時候經歷了一些名場面然後換成 換成女生跟那個換成玉嬌龍然後在那邊打 然後他跟那個小龍女兩個人就合用的那個 玉嬌龍然後就突然把把把把他們逼 那一場的那一場那個什麼的格局 九樓的格局 其實就跟我 然後就跟大概應該是那個樣子 對 應該是說好我們 小說裡面是沒有辦法具象化 對 因為那個他把那個東西整理的太 太漂亮 太寫實了 所以你就會心中就自然就真的把他套進去 所以 那一部片是我到目前為止覺得 無人能出其誘的東西 後面後面其實還是有人試著要去做 像那個劍雨 那個 蘇造兵的劍 但是蘇造兵劍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少了那個味道 然後後來還有那個霍元甲 霍元甲雖然是功夫片但是霍元甲的那個 那種的那個 美術啊那個光線很明顯就是 繼承了臥虎藏龍 的那個感覺 他的打鬥 他的打鬥像是在那種樓裡面打鬥的那種感覺 只是說到後來其實他把他歸類成一個人的那個 他對於那個球迷這件事的形式 當然有人開玩笑說那部片就是拍給外國人看的 因為有很多蒙太奇是很明顯 太明顯了我們看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擦秧擦一擦突然間吹風 那所有人全部都站著不動在那邊吹風 那這排給外國人看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華人就知道沒有這種事啊 你知道他太具象化了 一代宗師 我覺得一代宗師已經不像是 他已經不是 已經不再像是武俠 他有點像是功夫 雖然說 他講的武林的確啦 他講的武林的確是 的確還是武俠 但是呢我覺得 這一點 一方面是因為他的時代 已經進入已經已經脫離了武俠小說裡面的那個年代 武俠小說那個年代其實是一個 非民主時代非近代 就是一個古代 那是一個 每個人都還穿著會飄飄的那個袖子 那個年代 不然這樣輕功拿會漂亮 就是飄逸啊 那其實那也是我覺得 那個什麼 武藏龍啊 跟那個以前邵氏的那個武俠片差異很大 因為邵氏的那個武俠片啊 講究都是硬喬硬嗎 你知道嗎 就是打打 就是裡面的感覺起來他們都是那種很很悍的 打架是那種少林少林式的那種全法的感覺 可是我武藏龍的打鬥就是你可以看出來那種飄逸的感覺 那個那個才是那個才是俠 真正的俠其實是一種 他快一恩仇啊然後他其實不 他不停留在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招就是他其實 可以到處遊歷 就是他可以 到處旅遊 看看花花世界 你如果看 你如果看金優的每一個那個什麼 他們到最後都是會 我突然間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另外一個場 然後可是在路上就會有各種遊山玩水的東西 像社群英雄傳比較明顯 就是他會黃蓉與郭敬就遊山玩水 玩完完完然後可能黃蓉還會欺負路人之類的 就是看到那個有有那個什麼那個 比如說又有錢人在欺負窮人 就看到一個很胖的那個富人然後然後有兩個那種很瘦的那個人 貓窮人的那個貓窮調台的轎子 你知道嗎 然後黃蓉看了就不爽 然後就揍那個 就揍那個胖女人 然後就揍那對胖女人跟夫婦 然後把叫這對瘦子做到轎子上面 然後叫那個 那兩對胖夫婦然後扛著他們走的那種系 就是看不順眼 所以他要 他要去改變這件事情 然後呢 然後呢這天下之大那個什麼都是我家 然後我不需要 為誰 變成誰的手下 你知道嗎 這才是這就是這是俠 俠我覺得俠的意思是 我不被任何東西拘束 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可是我有我的正義感 所以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你知道嗎 但是呢 像 一代宗師這種片子 他就不是俠 因為一代宗師他是卡在一個地方 門戶之劍 你知道嗎 在金庸的故事裡面 只要有任何人 你進到這個幫門派裡面呢 你就 不是俠 你知道嗎 裡面的那個什麼 金庸的故事的主角 可能本來可能哪個派 他最後總是會有一個理由 可能他被 他被隔出師門啊 或者他被拋棄啊 或者他其實流落 因為一些那種 原因然後流落民間啊 然後就變成你必須要 你就突然間變得 不是任何一個門派的手下 可是你的能力 你會因為 就因為你不是屬於任何一個門派手下 所以你是自由的 然後你因緣際會獲得的某種能力 結果你好令了整個武林 整個武林突然間被變成必須要 會因為你的舉 你的那個決定而被欠動 哪怕像是郭靖把郭靖他最後就是他從江南七外下來然後他獲得了那個什麼全真教的功夫 然後他又被洪基公交又得到蓋幫的功夫 然後他他還去 幫了那個什麼大理的那個什麼 段黃也好那個一登大師 然後還被周國通交的左右互 不是任何一個流派的人 他不是任何流派的人 所以他最後他的太太變成蓋幫幫助 黃蓉變蓋鋼幫助 但是 郭靖不是 不是就是就是他也沒入幫 但他會幫蓋幫 這個人多自由 他不幹什麼 就是他完全不屬於任何一個體系 可是任何一個體系 都要幫他 都要 都要看他的顏色 這到最後才是所謂的武林至尊 這才是真正的武林至尊 像那個夜汶那種的啊 他不是 他其實就是守住一個門派 然後卡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俠的味道 我一直都覺得張 之前有一段那個什麼 上不起的武俠大 大片嘛 對不對 中國大片 我就覺得就是裡面其實也就是 在嘲諷這件事 就是張藝謀其實不懂不懂俠呀 他沒有俠的那個 他們不了解俠這件事情 之前我看到一個說法是說 中國的社會其實是很難理解俠這個 俠這個概念 因為他就是一個不守規矩的人的故事 他不被他不被限制的故事 可是這在 這在中國的那個社會裡面 這是不被容許的 至少在他們現在政治氛圍裡面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偶爾也是會看到一些比較特別 有點俠味的東西 去年那個 老漢嗎 還是老 老泡兒 老泡兒 老泡兒其實是有那麼一點味道 他有那麼一點俠味 但是到最後呢 我覺得他的舉動啊 又讓他不是俠 為什麼 因為 老泡兒他是在街坊鄰居一個會路見不平打爆 會幫助那個林裡的人 我看到一些人對 甚至看到警察 他會過來嗆他 這樣子 江湖味 你知道嗎 但是呢 他到最後的組織其實是 這一個團體的都對他那個 都對他毛手 他變的幫助 然後 他是幫助 但他最後的 但是那部片其實到最後在講的是 親情問題 他這一代跟下一代的那個價值觀不能夠相容 可是 因為他的就是 老泡兒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 他的那個老式的價值觀反而讓 讓那個什麼他的敵人也尊敬了他 因為他的敵人是一個那種那個什麼 頑固之地 然後就搞搞雜了 搞雜了 那個時候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要求助於他 那是非常有趣的狀態 但是到最後他還是要打 還是要一搏啊 還是要一搏去跟 人家洩鬥一番 這樣子 那就是為了他自己那個時候不能夠對不起他自己 然後那個時候 他他就是 他的他的個性不能夠接受這種事情 那是一個老俠 他真的算是一個老 他算是一個老俠 但是那個故事你會發現他其實就是會把他縮現在一個那種 很小的區域 那 金庸 當然那個時候大家在 有應該有很多比我厲害的 因為金庸其實太低太有名 然後也有所謂的金學 然後就是有人為了光是為了寫金融故事就出了好幾本書 然後也有金庸的那個 粉絲的那個群 我其實我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喜歡看金融的 然後多年以後在金融故事 因為他的政治 因為他其實本來的身份 其實本來是 一個被逐出 中國場域 然後 流落在香港的一個人 然後寫 然後那個時候 他為了要名字 所以他辦了報 辦了報 然後在那個時候 寫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 其實都把一些他的 他的社會價值觀給他寫進去 像笑傲江湖就非常明顯 笑傲江湖根本就是政治 他其實在講那些 他其實是把武林比喻成 政壇這個東西 他到自己在最後那個都有寫啊 那個什麼 樂部群就像是政客一般 當他看到很多人在罵 當他看到很多人在罵那個什麼 直接在政客人罵對話說你是樂部群的時候他說他其實有沒有有一種驕傲的感覺 因為有人看懂這意思 對那好OK 這是 對於金庸的一點點我的感覺 這其實有講的有點發散 有人有人有斗內 斗內斗內斗內 俠者以武犯禁 沒有納 我覺得俠 而且剛才聽 對 你說什麼 剛剛聽促兄這樣子分析 俠者的意思 我發現這個大俠者的名字 跟我說不定還有點相比 那你去日本那邊有 路見不請拔銷相助 那個 有幫助那個 只有去看成人家 有幫助那些在那個脫衣舞秀那些那個小姐們 有幫助到 你的消費 原來你是用消費來幫助 經濟 對對對 有點像古龍的那個什麼 古龍裡面的俠 古龍裡面的俠其實是很風流的 你知道嗎 不會想那麼多那個 金庸是 俠 他說金庸是很典型的武俠 那他說古龍呢 古龍更像浪子 就是呢他的有一點 也沒有那麼正氣凜然 但是呢就是會 突然 會可能有時候會遇到一些事情 他就要 多管閒事這樣子 然後可能有一點 風流成性啊 然後呢 愛喝酒啊 然後也 無拘無束的感覺 他比 他比那個 金庸的那種感覺 更 更自由的感覺 那因為 金庸的角色其實一直都是乖乖的 都很乖 你知道就是 他哪怕是 最愛把妹的人吧 像楊過 知道嗎 他到最後其實也 鍾情於一個人 他對其他的 女孩子是 歉疚 他是 喜歡調 調笑別的女孩子 什麼公孫立二啊 然後那個什麼 葉綠燕啊 什麼就是 呃 他們都會 他會把他弄得像後宮 現在的後宮劇一樣 後宮的動畫劇一樣 就是女孩子都喜歡他 但是他中型的 他就還是會把他描寫 他就只喜歡小龍女一個人 對他就是 不是 就是他 愛玩風流 但是他最後其實是重心的 你知道嗎 對可是主流相不是 除了有點 到處玩女人的感覺 然後他的信心 他的信心不定 古龍的那個 角色啊 有時候甚至會做了一些 事情 好像有一點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道德 像他裡面 我記得以前常常會看到古龍的情節裡面是講說 怎麼樣他 主角又去找 女魔頭談判 然後一進去發現 女魔頭在洗澡 然後女魔頭就說 如果再靠近一步 然後你眼睛就會被挖出來 結果呢 怎麼樣 男主角呢 我不管 就直接跳進那個水池裡面 然後開始跟女魔頭幹起來 這故事為什麼 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很可怕的那一場戲 然後幹完之後呢 焦恩俊 好像是焦恩俊跟一位那個 很有錢的那個什麼 女婦商 然後他 他把自己拿去演 他讓自己演女主角 然後焦恩俊要跟他演戲 原來 原來日本A片都是像古龍學習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他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古龍要講的是說 這個男主角 天不怕地不怕 然後什麼東西 連女魔頭 他都敢上 這樣子 所以呢他呢 好想到了 就敬重 大媽 那個女的叫 西門大媽 那一段戲就像你講的一樣 真的是這樣 他在那邊洗澡 然後那個焦恩俊就跳到水裡面 可是可怕的是那個什麼 因為演的人啊 就是 已經有點年紀 據說他年輕的時候還是很漂亮 對 可是呢 就是 焦恩俊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演員 焦恩俊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演員 就是 剛剛看到這麼可怕的畫面的時候 他還能夠跟他做一系 所以古龍的 古龍的那個 劇情常常會有這兩種情況 要嘛就是 那個女魔頭說 你不能幹我 結果就被男主角上了 一個是 女魔頭想要勾引男主角 然後就拖個金光 說來幹我吧 男主角發的什麼東西 我們幹什麼鬼啊 沒有可是我在看 我曾經是看過一陣子的 我覺得我又將裡面的那個調情風流 都 有點太淡 你知道嗎 像金庸事實上金庸也不是不寫情色喔 因為他們畢竟是武俠片 武俠小說 所以武俠小說是 就是那種很通俗 所以裡面常常也會有琴瑟的部分 像我看過最琴瑟的部分 其實最琴瑟的部分 還不是神雕俠俠的部分 最琴瑟的部分是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 斷玉 斷玉跟木婉清 然後被下了春藥 然後放在一個山洞 你知道嗎 哇那個整個他把血的香菸刺激 可是他們沒有做什麼 基本上就沒做什麼 就臉什麼 就他抱住他 就那女孩子臉蛋飛紅 然後男生 意亂情迷的那個什麼 忍不住吻了他一下 然後女的就突然間軟倒 然後你知道嗎 然後把他抱上 他把他抱到桌上 然後解開他一顆扣子 就這樣子而已喔 可是你已經看著那個什麼臉紅心跳 沒有 我是覺得那個什麼 金庸厲害 他的文筆也很厲害 他有辦法寫成這樣 反正我覺得微小寶的部分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香菸刺激 我自己看過 我覺得最香菸刺激的部分 的段落是 斷玉魔王清 因為那個情況看起來就是 一副已經要配A片的樣子 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仇家 想要 讓他們兩個人 身敗名列 然後讓他的爸爸 整個蒙羞這樣子 對 那 好來 這個 還是金庸 你看我講老闆 我就是金庸死本啦 你知道嗎 講什麼都覺得金庸很厲害 可是那個什麼風流的角色在那個金庸的裡面目前為止大概真的就微小寶 可以讓他比較 你可以看得出來那個改變 就是在之前啊 可能是歐陽 歐陽風的那個書 歐陽克 歐陽克就是那種淫魔 你知道嗎 這種淫魔 反而那個什麼 歐陽克被寫得下 但是他其實很符合 處流向那種風格 他就是一個看起來就是穿起來就是他也帥帥的這樣子 然後他用扇子 公子哥 對他是公子哥 可是他就是也有一副那種 他有一副年輕英俊的樣子 他也有文材 然後或者是像楊康 也是有那樣子的味道 你知道嗎 可是呢 就是這種人在金庸的筆下都會被寫的 到最後都不得好死 很慘 你知道嗎 對 好啦 欸那 出格要不要聊聊 就是其他 田伯光 事實上田伯光很配 很邊緣 田伯光當然真的只有在前面的第一 第一集裡面跟 令狐冲有一個對手系 但是接下來呢 就沒有了 他後來就腦肉就被切了 他就 他就被不可不戒 他就 他被他就被那個 不戒大師啊 對就是 他被那個 那叫那個女孩子 怡靈 怡靈 可愛小尼姑怡靈的爸爸 和善 和善 那一段 所以我就說叫到江湖很可愛啊 叫到江湖真的有點在顛覆整個那個 無暇的那個 你知道嗎 就他把一些東西把他故意寫得很奇怪 就是 不戒 不戒大師 你知道嗎 不戒大師 就是要懲治 田伯光 所以就決定要收田伯光為圖 是一個銀賊 你知道嗎 然後銀賊然後就接下來 就把他那個什麼 就是因為他功力比較高 所以就 把他那個什麼 盜拎起來 就是抓住他的腳 然後說 你那個東西啊 就是 把他庫脫掉 他說你這東西就是 會霧大師 你知道嗎 然後就用刀把那個花兒砍下了半截 你知道嗎 砍下半截 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呢 他就 被剃肚了 你知道嗎 被剃肚了 然後變成和善 然後當令狐聰聽到他的那個法號的時候快笑瘋 為什麼 因為 他的師父叫不戒 然後師父就真的是一個很妙的人 就說 我叫不戒 可是你可不能不戒啊 所以你的法號叫不可不戒 你知道嗎 所以他說最後大叫 每次叫都叫他不可不戒 你知道嗎 然後後面還幾個人在那邊會在那邊 在那邊碎嘴 你知道嗎 不可不戒他的那個 徒弟要叫什麼名字 然後 那就叫當然不可不戒 然後他就繼續講說他當然不可不戒的徒弟要叫什麼 那就叫理所當然不可不戒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看金庸的東西你會覺得他其實很會玩這種文字 很可愛 有的時候他會歪樓 他真的會歪到天邊去 可是你還蠻想看到歪樓的那裡 就比如說他們有一些很白爛的片段 裡面他總是會寫一些醜角 可是那些醜角鬥嘴的那個 那個內容也突然間變得很有趣 像 一天圖龍記還算比較淡的就遇到週天 裡面有一個假的叫週天 然後他們 裡面有一段是鳴叫去 想要去跟少林寺那邊講清楚 可是都沒有遇到人 然後看到少林寺那邊的時候看到滿地的刀這樣子 然後週天就好像講說 他們都怕了我們你知道嗎 就是嚇著把刀丟在地上逃走了 然後旁邊的人就忍忍的問他說 那那些血是怎麼回事啊 他說 那多半他們嚇了連手都 講一講就覺得 這個 這件事情有點難以自圓其說 可是 他光是沒講出來我們都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笑 他裡面永遠都有的時候都會在一直 會做出一些夾餐不清的角色 然後這件夾餐不清的東西也很好玩 像最厲害的我覺得最精采的就是陶古六賢 像江湖裡面有六個人 講話亂七八糟的 可是聽到他們在那邊胡說你知道嗎 可是光是聽他胡說也很好笑 你知道嗎 就是六個人在那邊胡說一邊治療 治療令狐沖 然後就在那邊亂講 硬要把不對的講成對的 就是嘴巴上一定要贏 你看他兩眼發直 眼睛圓瞪分明不想說話 然後 令無聰在那邊誇號在罵我哪裡不想說話 是你一直 用內力弄我 我就沒辦法講話 就是 背部其實也是就是後來一直在講說那是政治諷刺劇 因為 陶古六仙也是有點像政客的味道 硬要講他其實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是他硬要講出來 硬要講出一個道 然後有的時候鬧很大笑話 然後旁邊的人都不想理他們 可是他們就是很吵 可是他裡面也有寫啊 就是這些影射都很有趣 他這六個人合起來 會把你撕裂的 你知道嗎 就是不對的東西 會把一個 你不想理他嗎 你現在會被他弄死 因為你如果 你如果不去 壓制他們 不讓他們扶你的話 他們就是你一人我一句的 然後就是把你 弄到你跟半截不復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才 因為人多嘴詐 對啊 OK 好啦 那兔兄我問一下你覺得水浩傳什麼算是開啟 武俠小說那種的 開端 水浩傳 我覺得水浩傳不是不太像 水浩傳是一群 一群那個什麼平民然後被逼 逼上涼山的故事 是的 你知道像是什麼什麼 像是那個林聰啊 他其實也沒有說要去救什麼人 你知道他就是被朝廷污衊然後就上了山 所以這個我覺得到目前到那個時候還沒有到真正有俠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反而是類似那種七俠武藝那種可能有 就有那個味道 但是像那種南俠斬召這種的啊 他基本上還是 還是那個什麼 臣服在一個 權威體制底下 那時候反而是類似那種那個什麼本來就是沒有關職的那種願意幫忙的人 像是那種五鼠 什麼錦毛鼠啊 這種的 那種的才可能真的有一點這種俠的味道 我覺得 對 好這個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樣講其實是有點太 太去 界定他事實上其實有的時候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嚴苛啦 你知道嗎那個是我自己心目中我心目中的俠是個什麼樣子 你知道 對並不是說好像這就那樣子就不是武俠想說或什麼 修哥 問題其實是一個 那種 中文研究所會考在中國文學史裡面的問題 對但是我回答你的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對啊 你真的要說的話 俠義小說 還不是武俠小說俠義小說 你要往上追追追 追到唐代去 聶影娘那種 東西 或是 酋蘭克那種的 酋蘭克其實酋蘭克啊 紅虎女才可能就是比較有俠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最後也是有趣的就是 那到最後其實他們並不是 像他們最後的工作 他們的成就是 把李靖推上去 讓他成為權威體制的一份子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到最後其實也偏離了那個什麼 好啦這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講的俠是所謂的近代 近代武俠 因為近代武俠 而且我講的還是 金庸的武俠 因為近代武俠 角色其實都有一些共通點 像我剛剛覺得我所謂的俠 其實是因為這是 金庸的俠 不一定是所謂良宇生的俠 或是王杜魯的 或者是 你剛剛講的古龍 對啊 應該是說 在我眼中看起來 我發現金庸裡面的俠客啊 事實上都很老實 你知道嗎 都算是中 都算是中後老實的 他們或多或少有點 有點節躍不許 對但他沒有他們通常很少真正做壞事 他們真的可是他們有時候有些有趣的角色 反而就不是主角 像黃耀師就是很很有趣的角色 我還蠻應該是說如果你問我最欣賞 金庸裡面的哪一個 哪一個人物 其實我最欣賞黃耀師 因為我覺得他很屌 就是 屌不是屌在說他武功厲害 屌是屌在他年紀一大把他可以放棄他的成見 他在 射雕英雄傳 他還是一個非常 自私甚高的人 就是好像 他不屑解釋他自己 就算被錯怪他也不要那個 他也不要解釋 因為他不屑 知道嗎 那個時候跟你解釋汙染了我 我寧可被錯怪 可是反正我夠厲害 你們你們那個時候要來報到好啊 我會把你打到爆炸 那種 有一種他有一種那個什麼 傲氣讓 得到年紀大的時候他變得比較 就真的是他的放開 因為他在年紀輕的時候是那種 他 看不起事件的禮教 因為在那個年代是禮教是非常重要的什麼尊師重道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有神雕俠裡面那個 楊過去 跟他的師父在一塊這是 這是一個逆倫的大事情 這是一個大逆不到之事 哪怕小龍女看起來比較年輕 哪怕他只差了幾歲 但是那個時候 學生跟老師在一起就是不可以 學生去那個 上了老師這件事情也是不可以 兩個人是定中心也是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到 那 黃耀師啊其實就是在年紀輕的時候就已經覺得這東西是個狗屁 所以讓他老的時候呢遇到楊過的時候呢 楊過用這一套 頂撞他的時候他反而覺得很有趣 最後呢這兩個人竟然結敗藤兄弟 這很有趣因為那個應該說 他自己到最後他 他親世禮教 但他最後到老的時候他沒有被自己的那個什麼的那個重視地位給綁住 因為當你被綁住那你也是一個 你也是一個覺得那個什麼 好像那個 長幼有趣這樣子的人 可是楊過去點破他這一點的時候呢 他沒有他沒有惱羞成怒 他竟然會覺得他還有想了一下都覺得蠻有道理的 然後他於是就覺得說如果如果真的能夠能夠突破這一點的話這才能夠真的證明我真的不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他跟一個 因為黃龍還是他的女兒 你知道他等於跟他一個孫輩的人結拜的兄弟 然後他不在乎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就真的佩服這個人這個角色真的厲害 你知道他就真的是修為很高的 他已經不在意這些 的東西 那而且他其實嘴巴上就是他年紀輕的時候的結藥不尋到年老他想開的時候那就更豁達 我那時候覺得我敢真屌 你知道嗎好厲害的男人 因為他 他但是因為他又比那些一登大師什麼一登大師啊到最後其實也是放開了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像他像一登大師那樣子一整個就是我我清心寡慾啦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覺得黃藥師屌的就覺得最會讓我覺得讓我覺得尊敬的人是黃藥師 周伯通 我覺得周伯通對 周伯通的某種情況其實他就一直是小孩子的樣子 所以他在老的時候他可以就是他這件事情在黃藥師還沒有 豁達之前 周伯通就已經做類似的事情 周伯通跟郭靖結拜兄弟 周伯通還是 周伯通其實也是屬於 獅子輩的他其實是王從王重陽的師弟 然後那個什麼嗎那個全身七子都算是他的徒子徒孫 就是當他遇到他的時候就是已經是一個六七十歲的人 然後可是呢 就像個孩子一樣 然後就想要跟就是會會跟那種路邊的小孩玩彈珠這樣然後結果輸了以後然後會會撒賴 生氣撒賴這樣子 就老頑童嘛 但是他就是會就是因此就覺得郭靖那個 笨笨的是個好兄弟然後跟他變朋友這樣子 可是呢因為他 有的時候又太胡鬧了 你知道你會很難跟這個人談事情 所以黃藥師還比較好講話 你知道嗎 你要跟一個會好講話有理性然後他又很貨打的人 那個還是不容易 你知道嗎 像 周伯通的情況是他一直沒搞懂 雖然一燈大師什麼反而也很尊敬他說 像他這種境界才是最了不起的境界 我畢竟還有 我畢竟還有迷惑這件事情 但是一燈大師那種我覺得那也是才屌 周伯通等於是把他喜歡的女孩子睡去了 然後生了個孩子 然後那個女人那個什麼 睡被睡去的那個女生 因果就是一輩子恨恨一燈大師 因為一燈大師在那一瞬間 就是 嫉妒了 就是在一個 就是後來有仇家去 把那個什麼英雇的還是打成重傷 然後跑過來就是那就是他就賭英雇會 就是一燈大師會那個什麼 會治療他 我那時候還叫段黃也 那時候還是黃 賭他會治療他然後他的功力會受 然後可是那時候段黃也就一整個就是他 他其實是吃醋的 所以他就賭氣 賭氣結果就沒救那孩子 所以他後來一輩子都很痛 一輩子都覺得自己 自己好像那個什麼 做了一件很糟的事 但那一瞬間其實他也是有情的 他其實也就是代表說他其實真的很 真的是很喜歡的女人 結果那個什麼被 朋友睡走 這件事很痛苦你知道嗎 但是他後來到老的時候放下 到最後的故事竟然是三個人在一塊 隱居的就是 結了那個毛鱸 然後住在一塊 這很特別的一個和尚 然後 一個老頭子 然後再一個再加上一個五六十歲的女生 多元成家的住在一塊 金庸很先進的 事實上我覺得金庸其實一直都 他對一些那種價值觀 其實沒有那麼特 沒有那麼那個 居住 但是也是可能是因為那是古代 他把這個故事把古代所以就 然後那個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的做他的觀衆群就是男生 男生總是希望左樓右抱的 對啊所以就算張無際有爛桃花有四個女孩子這樣 然後或者是那個 楊過更是不用說一大堆女生 郭靖算少了郭靖還有頂多就還有一個這個公主喜歡 他 還有誰 我好嗎 公主喜歡好多好多人喜歡他 有人 說金庸 有人去算過金庸的小說 裡面的主男主角 每個男主角至少都會有 兩個以上的女生喜歡 這樣子 那一定的 這是一定 幾乎都 要不就是 討厭事實上是喜歡他 但裝 但是那個自己不知道是討厭 像那個郭福就很明顯 郭福就是傲嬌性 就是覺得男生 就是覺得好像這個男生都不理他 所以就越要去弄 然後到最後把他一隻手砍下來 郭靖華生公主啊 然後還有一個誰啊 有一個其實好像被郭靖救了 然後就一直巴巴的趕過來 結果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被另外一個給臭傷 就是在在他自己家裡 叫什麼 慕婉青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是後來的成家 成成 成搖家嗎 成搖家還是什麼 忘記 因為那就是一個小角色 可是那個小角色也被寫得很可愛 就寫得美美的 對啊 那好吧 這是 金庸其實筆下的男生還是 還是 當年是當義的 但是通常都是女生來愛他 然後他沒有很喜歡的女人 有點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 他們為為家為國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很少看到金庸的角色裡面有一個為愛 走天涯 大概就楊過而已啦 楊過西裝就小龍女 他沒有別的 你知道 是 對啊 成搖家五 OK是成搖家 好啦 那個什麼 最後最後 因為你們都沒有看過 所以我覺得本來是可以講說 大家如果有兩個 看過可以互相聊聊那個 有什麼喜歡的角色 我是看過 所以你看月女劍我就覺得他不足以拿來當作範本啦 因為他其實算是一個極短片 恩 你覺得他的那個 避寫劍補充那個 那個 原從換屏傳如何 我覺得寫的 從那個側面去了解 跟 大家都一直都喊原那個名將 但是他不是武俠 但是他不是武俠 小說 對我 他是平傳嘛 他是平傳我就會覺得這件事情跟武俠沒關係 他就沒有把武俠那種娛樂感 他寫出來 他是一個平 這其實也是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那些短片的原因 我覺得問題是在於我一開始就看了長篇的東西 我看了長篇的東西你要回來看短片我會對於那個展開 太快結束會感到不爽 對於像雪山飛虎 我就很不高興 那看起來就好像要 要一副要往後跑的樣子 可是就就卡在那邊 我一度我真的很懷疑 雪山飛虎可能是 想要寫長篇 然後結果沒有辦法寫下 就是可能因為一些事情然後沒辦法寫下去的感覺 不然為什麼他還寫飛虎外傳 飛虎外傳 雪山飛虎的那個男主角都胡斐啊 雪山飛虎的胡斐到很後面很後面才跑出來 感覺起來就是有點像撤雕英雄傳的那種 應該是算 像那個什麼 倚天屠龍記那樣子的感覺 倚天屠龍記一開始是寫那個 張翠山的故事 結果他寫了一本 張翠山就掛了 就是張無忌的故事 就是他的兒子張無忌的故事 就是後面第 第一集的最後面 然後一路寫到二三四 變成名叫教主的故事 也就是說就是 有的 金庸的故事有的時候他前面撲成撲很長 沒錯 他會講從一個人 什麼都沒有 或者是落魄 或者是從本來就是武功 還可以 就是一個小咖然後突然間 武力那個什麼功力全師 開始講 他甚至從 就是 像 像那個令狐聰啊 他功力全師的時候 是在他第二集的時候 就他等 獲得那個什麼 重新獲得功力的時候 大概是第三集 就是他學到悉心大法 可是他前面那一段就是一個有缺陷的英雄 可是有缺陷的英雄那一段其實反而非常好看 你要如何在一個人沒有內力簡直是廢人的狀態 竟然還能夠用 獨孤九劍重創所有的那個 還讓師父嫉妒他 就是 你這劍法從哪來的 你的病應該是裝的吧這樣子 就生氣 就是氣他 對那 所以反而他的他的那個什麼他比下的英雄就是 到 工完成的時候就是到他的那個武功大成的時候 解決 解決都已經很末段了 解決那些事情 解決那些事情 沒有事情 就不會再繼續寫下去 可是儲劉鄉啊 像古龍的儲劉鄉就是在 我跟你講 比如說像那個 像楊過 楊過寫到最後面的那個情況 就是儲劉鄉 的故事 已經功力很強 你看不到儲劉鄉年輕的時候怎麼樣 對不對 他一開始就很厲害了 對不對 但是 可是我也覺得那才是那個什麼 我喜歡看金融的原因 就是他很有魅力 就是你可以從一個人從沒有 到慢慢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成長史 然後看到成長史的時候你就真的越來越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你會覺得你很了解他 嗯 所以我後來再回頭看古龍的時候就會覺得百般的 百般的受不了 然後王杜魯我 臥虎長龍因為在紅的時候我就是去買來看 但是我那時候感覺就是 幹這件人好弱 知道嗎 就是有一種很弱的感覺 就是 大概那個等級就差不多等於那個什麼 有點像是 當王杜魯裡面的那個 那些人啊 的那個能力就大概相當於那個 笑江湖一開始那個 福威標局 的那個裡面人的那個樣子 超級無敵路人 就很弱啊 就超弱 我覺得福威標局那段也是啊 你一直都覺得自己好像 是這個 他是在講一個井底之蛙的故事 他一直都覺得自己那個什麼 武林的功力 他自己的那個 就算沒有他自己就算不是很強 但是跟一千高手應該也不中之間吧 結果後來發現自己真的是太弱 你知道嗎 那個青城派的一個弟子下來就已經把他弄亂七八糟 就是海青城派竟然還是整個武林裡面就是很小的一個派 就是一個那種不是很入流的一個派 所以就是哇突然間一個整個往上漲的那個狀態 那再回頭看武藏就 天空武藏那個格局好好下面 知道嗎 就是 不過因為當道理安手中那個什麼 的李木板就真的有一種那個武林宗師的那個感覺 內力優長啊然後他可以那個 劍走清零啊 然後他可以指點那個什麼玉交龍 那個動作其實就真的很厲害 就是他又如何在 打鬥當中呢 一隻手附在背後然後他 對方那個什麼招數用出來的時間就先破他的破綻那個其實就是我覺得 那個獨孤九線應該要有的樣子 就他要在人家出現之前就直接指向他的破綻然後他就趕快 手忙腳亂的收件的那種感覺 他有把那個東西做出來 這一點算是也不能算完全都是李安的公道 李安跟那個 八爺 他就覺得這個 跟那個什麼 武子 原和平啊 的合作 才是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知道原和平自己做武藏農二啊 的感覺就是 他失去了那個 有人去抓那個感覺的那個 的那個幫手 所以他到最後就真的只是一直拚命打 雖然他的拚命打真的很厲害 原和平 我覺得原和平厲害的點 就是他 能夠把武打 變成一套非常漂亮的舞蹈 而且他的他的 他有一陣子最最厲害的就是他 可以把 沒有功夫的人把他練成有點功夫的樣子 就是你看像霹靂嬌娃呀 像那個駭客任務啊 這都是原和平 然後原和平就是有辦法就是我帶你來電這樣子然後 你可以幫我練出一個樣子 對那 我們要聊到徐克嗎 最後 稍微聊聊 我前幾天 雖然 好啦雖然徐克他 在我心目中他不僅用 但是他大概是目前我覺得他最會是最會派武俠片 雖然好你不要去提那個什麼 那個 你說 你說 我忘記要名字 你說 就是一代宗室的那個編劇 徐浩峰 那徐浩峰的那個 徐浩峰的武俠其實是很硬喬硬碼的東西 對他就沒有那種心靈漂浴 跟那個 跟那種換 就是那種那種那種 靈動的那種換 都寫實派的這樣子 他就更太他就太寫實了 你知道那個 那個寫實 之外 他還帶了 他還帶就應該是五分寫實 五分 五分夢幻 就是把幻想的東西具象化 他應該是說他 對 徐浩峰是 寫實 完全全的寫實 對 對 那你如果拿到仙俠 仙俠其實就是換的部分 就又更多 換到這樣數三傳 那樣 整個都已經是神魔的故事 人都已經過了百歲 那劍戰裡面 其實已經不是 真正的兵器 他可能 只是一個道具 是一個那個法具 的那種感覺 嗯 那那個 那這種狀況下 就是踩在劍上面 就好 就好 就無所謂 這也是我為什麼會覺得說 郭虎長頭裡面的劍 不應該踩地上 因為他們的劍 實際的用 實際的物品 他不是像光劍那種東西 他不是那種 光劍不能用拿光劍來做比較 就是他不能 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有生命 或者是有法力的一個 道具 他就只是一把劍 他也許比一般的東西 比一般的刀具還要風瑞 他不會飛起來 他不會飛的 那仙俠就是 他會讓你就是 突然間 變得有法力 那個先進 可以莫名其妙 飛起來 像現在的那個 霹靂布袋系啊 他也是開始玩那個 仙俠那個地方 走 因為你沒有把劍拔出來 那常常那個劍會突然間 平空的出現 所以 東梨劍郵寄的東西 所以東梨劍郵寄的東西才那麼容易 那個才才會這麼一拍 極的那個 那個什麼神之寶具 到現在寫的那個什麼寶具 神之寶具然後到最後就到東梨劍郵寄裡面就是那個 三不算三不換的那個卷軸裡面的劍頭裡面 平空浮出來 就是他不解釋的是什麼就是就是一直一整個那個 一直 對那一整個就是玄幻的就是奇幻的東西 對那 徐克呢 徐克真的是我就是覺得他就是介於這兩者之間 嗯徐克在早年的時候他拍那個笑傲江湖的年代 雖然那個時候很明顯是 一開始啊 是那個掛的名字是那個胡金全 胡金全到最後其實那個到最後都看得出來 其實幾乎都是都是徐克的東西 嗯 那也不能這樣講啊 其實據說那時候就是很多導演去把救回來的 就是徐安華也去拍這樣子 但是那個時候就大概可以確定徐克的風格 徐克的東西其實很 很強調視覺 對照他他東西可以漂亮但是 但是他可以漂亮的不合理也沒關係 所以所有人的幾乎都就是我之前講過他非常喜歡旋轉這個東西 他用劍他可以在那邊飛旋然後旋轉然後他身上的衣服的衣帶要 跟他旋轉 然後看起來很飄逸很美麗 那即使在他後來拍了一部那個什麼比較短的那個什麼短武短兵器的 比較接近功夫片的那個什麼 的變電影叫刀 也是一樣他拿著把刀也在旋轉轉不停 你知道嗎 他會不會 他會的系列的設定基本上都不是 好的 但是虛擬但是你應該不會否定虛擬把這個東西把丟到那個東里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很明顯從廢的那邊過去 但是但是我覺得虛擬他的特色不是不一定是那些東西 虛擬的特色啊 像林雪鴨 等那種 喜歡林露人啊喜歡 捉弄人喜歡惡作劇的那個個性 其實也跟廢特Zero裡面的那個 很像 那幾個那個誰啊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神父 對不起我忘記他名字 好啦對不起因為我看我看虛擬的東西也不能算是說特別多 我只能說從這兩部裡面我找到了一個共同點 嗯 那虛擬的特色在我覺得 我覺得他在於喜歡寫人的陰暗面 可是在寫人的陰暗面的 的地方呢 他又又把陰暗的地方寫成一種有狂那個什麼 這件事情是 你的略更性會造成你的喜悅 所以林雪鴨這個角色啊你你討厭死他了但是 他又好 因為你可以你 他把這個角色就很寫的很鮮明 所以你可以想像的出來 雞巴鴨這個角色 他如果在你的面前他會怎麼跟你講話 他會他可能會 變成你朋友然後到最後突然間犯點不認人這樣子 你知道嗎 不是七十二是三十六吧 虛擬是金幽米幽 真的嗎 不是古龍嗎 你們不要以而傳而了 你知道嗎 搞清楚的 呵呵 好 那 徐克 可是徐克的你知道他的那種視覺美學啊 嗯 呃 很其實非常非常大的影響了那個什麼整個 華語 電影 電影界的那個什麼風 對 別的不提啦 我自己 最近不是常看布袋戲嗎 事實上我覺得布袋 因為布袋戲厲害的地方是說他們非常的懂得去 從現實生活的各種各種各種 影視作品吸取養分 那我都每次看而覺得他們其實也常常吸取的那個什麼 而且特別因為布袋戲 他是需要布的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什麼如果你們仔細看布袋戲的動作 你會發現他們的一代永遠在飄盪 他們現場的那個拍攝那個情況就是那個風啊沙 煙霧啊就是常常是常備常備物品 那個衣服的一代一定他走路的時候一代一定要飄飄的 人跟人的面對面那個風向是不一樣的 每個人的衣帶都往後飄 你這樣講話的時候那個 就是我在講話的時候我頭髮一定會飄得非常 很飄沛的那個位置 可是我對面的人頭髮就不會蓋到自己的臉 就是他們兩個的風向都自帶風 你知道他們自帶風 那個都會幫自己 吹到一個最美好的位置 你知道那個那種那種味道那種精神基本上跟那個徐克的那個武俠其實是很接近 你知道嗎 對 那好 蘇達說反而是因為Zero交收到老虛手上才把神父跟精神閃的個性 比成故事中那樣 OK OK我如果有錯誤的話還請指證 像我前幾天 就昨天吧 我就是在看 想說沒看過 大家都 所影響很深遠的東方不敗 就來看一下 結果 看了前面就笑翻了 因為 他也不是東城西九那種搞笑 可是他就是 你就會知道說 這基本上 他根本就不是 蝦耀江湖原本的故事 然後甚至 令無叢的個性好像 也不是 那種感覺 但是就是 有一種 有一點點惡搞的喜感這樣子 然後在裡面呢 那個他們遇到的敵人是誰呢 是東陰忍者 東陰忍者還射出瘋魔手裡劍這樣 然後 大家一起踩著手裡劍飛進去這樣 然後就 然後就 那應該是東方不敗吧 那應該是第二集了吧 對啊東方不敗 對 因為第二集其實已經不是 是笑傲江湖2還是那個什麼 東方不敗2 笑傲江湖2 好笑傲江湖2 是東方不敗 對 然後 就是 老實說 現在看會覺得說 很好玩啦 因為有人去這樣子 去顛覆他 可是也不難想像 當時如果 那種書迷 或者說 海誠電影了 進去看應該會 有多生氣 但是 大眾 事實上對大眾 大眾那個 那部電影當時 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喔真的嗎 是啊 東方不敗 東方不敗 你都會記得東方不敗 你會覺得他 他那時候可是個時代的圖騰 你知道嗎 對 林青小手拿大砲那個 那個畫面很有名 就是應該是說 東方不敗啊 他是一個非常罕見的把一個 人妖 變成大家想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那個時候在那邊 互相扮演那些 我是誰 我是誰的時候 會有人想要扮演東方不敗喔 可是他是個人妖喔 他是一個把自己 自公的人 然後 所以有的時候 我曾經有看到 有一段對話 就是 媽媽 那個什麼 就是在嘲笑 他的孩子 說 你好厲害啊 你竟然還自公啊 這樣子 但是孩子不懂啊 孩子就是不知道的喔 孩子是覺得東方不敗很厲害 那個時候 九零年代初的時候那個什麼 東方不敗的紅 紅在他其實可以破除 他本身那個個性的缺陷 跟大家的刻板印象 你知道嗎 是因為他 他本身的螢幕魅力強到 我不在乎這件事情 東方不敗就是屌 紅到出鋼彈 沒錯 就是他紅到連那個什麼 動漫界那邊的人都 對就是 拿這個名字來用 機動武鬥鑽是鋸鋼彈 那裡面的那個 最後的魔王 就叫東方不敗 那個名字就是從那個 黨變來 當年 哎 怎麼樣 有人要說什麼 我 其實我先前面說 像祝兄原本 你對說你是 金庸元座派 然後去看人家改變 你會覺得 感覺會 不能接受 我能懂那種感覺 就好像 我拿我的例子來講 說我比如說我看海賊王 我看那個 細田手 他的指導內部 我不能接受 我覺得說感覺不像是海賊王 我反而是覺得說他後來的力 比較我喜歡 這後來去想想他 我去換這種內容總心態 我去看了攻殼機動隊 就是因為初凶推薦我去看 看了漫畫 那個看了 壓緊手那個版本 我覺得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我為什麼 為什麼說 我覺得反而是 我也 欸不對 我就反而說 我可以開始說 我就把這種作品當作是 不同平行時空發生的事情就好 我不要嚴格看待說這部份 不終於原作啊 不終於怎樣啊 又改變很大 你又想要 再講說什麼 那角色 校校 的性格又不同啊 所以我覺得說一種調色心態 就一種 一種白質啊 去看待一個作品 再思考說他 那種 工作 那個創作者 不想要那麼做 的意思 他 所以一定要遵照原作 他有可能要表達 他有時候會 放這種 他的情感去 投入那些其中 有時候 錄領機比如說 周星馳的樣子就是那種 呃 會改很多沒錯 但是難免會 王晶或是周星馳他想表達那個 藉由偉小寶的 看法跟原作不一樣 是難免的 所以是 以上我對說我的看法 這邊提到了新版金庸 說老實話啊 因為在最近的那個什麼中國翻派金庸的那個什麼偶像劇的那個 風氣非常的盛 你知道而且真的幾乎都是四五年 過後 那個原來的那個主角啊什麼都也都還沒有年華老去 都也還年輕 但是 那 這件事情 其實在以前台灣也不 也不奇怪 就要神教家裡曾經 一口氣鬧了三包 就在前期啊 與那個 然後新加坡又有一個版本 泛文方的那個版本 香港那時候又有一個版本 對 那 等於是三地 同時在拍 同時在 在 在拍神雕俠 對那 中國現在也不過是剛剛好而已 你知道嗎 雖然我覺得 每一個時代啊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每個時代都會有一個 比如說小龍女 像我覺得我都還算年輕的粉 就是 他們有時候會講那個什麼很早以前 那個就是 哇那是經典的小龍女啊什麼 但是對我來說 我其實也已經 對我 我對那個其實也已經很遙遠 對那 應該是 但是我內心 當然還是會有幾個版本 是我自己覺得很棒的那個版本 我覺得最新的版本其實都已經越來越偶像化就開始越來越仙俠派 但是呢 像 社交新英雄傳啊 我就一直都覺得李亞鳳的版本很棒 對 就是 並不是說他們的裡面的那個戲啊 或打的有多漂亮或什麼的 而是那個人物的味道還蠻有趣 蠻可愛的 像那個 那時候是周迅 雖然周迅雖然周迅的黃榮啊 就是聲音其實一點都不清脆 他的聲音很 很低沉 可是呢 他在演那個嬌憨的那個感覺真的非常非常可愛 你知道周迅是我們那時候覺得哇 真是適合他啊你知道嗎 哇這個什麼 這個人演黃榮好棒 你知道嗎 棒到都讓我希望說他希望神調俠律也叫周迅來演龍龍 你知道嗎 可是不行就是他沒有原辦人嘛 你知道嗎 嗯哼 所以 觸歌就大概是完全無法接受林依辰的 林依辰那個 林依辰那個我真的不太能接受 我有點受不了 因為林依辰就 應該是說我從秘密花園的時候 我的秘密花園的時候就看到林依辰的 然後林依辰呢 的 好啦林依辰那個時候的確是有一個形象是 他是 呃 會欺負男生的那種女孩子 很汗的女生 對吧 他在我的秘密花園裡面是那樣子的男孩 女生 是那樣子的女孩子 然後男生會就是都會被他欺負的那種味道 但是呢他就是看起來不聰明 他看起來很笨 你知道嗎 所以就他沒有那種清靈或者是古靈精怪 他只有那種阿拔 你知道嗎 他有他有的阿拔 所以我其實不太能夠接受他演 他還不足以聰明到可以去演黃蟲 你知道嗎 他還不足以聰明到 可以去演黃蟲 你知道嗎 我覺得那一版的那個 剛剛那一段 初兄講那一段 害我心裡突然緊張了一下 啊緊張什麼 我只是身為一個觀眾 然後我覺得我不喜歡他演黃蟲 對啊 只是提出幹法學 但是劉雪那個什麼 那個 有一個版本的那個什麼 笑到江湖 我覺得劉雪華演的東方不愛很有那個味道 你知道嗎 雖然林青霞是那個什麼 目前為止我們覺得 最厲害的東方不愛 劉雪華演的王蟲不愛也還不錯 那還不錯 那好像是楊佩 好像是楊佩佩版 那個好像也還是任前期 任前期演 任何金融主角都覺得有點露 但是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他個性不好 只是因為他的顏值不太夠 他其實還滿 他還滿草根的 他就是很台灣的路人 他就是台灣 台灣的臨家男孩 你知道嗎 可是這一種人 說老實話一開始 找他演楊過 我覺得 好像也不是不行 因為楊過的那個故事 他就是一個 流浪兒 他就是一個小乞丐 他一開始是一個乞丐 你知道嗎 就是所以 如果你要找一個有那個鄉圖 貴的 人來演的話 我覺得也不是不行 也是也可以的 但他最後演令狐冲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太好了 不太好 因為 他沒有令狐冲的那種 因為他 應該是說他這個人啊 看起來就是非常老實 你知道嗎 對 他看起來就是一種 很高威的 然後他就是會 會奮發向上 然後會好好努力賺錢 你知道嗎 這種男生 這種人就不適合當霞 你知道嗎 他就他可能還更接近 郭靖一點點 但是他又沒有郭靖那麼笨 我覺得他頂多就演那個 武修文武敦儒那樣子的 狀態的演員 所以他不能夠 只是說他那個時候因為他 發唱片真的太紅 不過好啦 我們內心裡面的演員總 內心裡面的主角總是有一個 獨特獨一無二的樣貌 所以 不是那麼好找啦 所以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當我聽看到周迅的時候 我覺得 眼睛一亮 真的好適合 要找到一個讓 符合我們是心目中適合的角色 真的很困難 就像國外的 誰能夠演操人 誰能夠演蝙蝠俠一樣 這麼的困難 對呀 你知道嗎 所以這也才是 為什麼我看到周迅的時候 如此的驚喜 因為好 好難得 覺得好 好適合 哪怕是小龍女 我也覺得不適合 那個什麼 最最有名的小龍女 最近最有名的小龍女 是那個 他去演木蘭的吧 我記得 他去演 他最近去演好萊塢 我照顧 我照顧 你講怎樣 我照顧 我照顧 劉亦菲啊 劉亦菲 劉亦菲就是有點 嬰兒 他有點嬰兒臉 嬰兒匪 所以 就又覺得他 怎麼樣看起來 也覺得好像 不是很像小龍 這就是矛盾的地方 但是小龍女真的很難找人演 對 他被寫的太美 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 今天稍早 我才會說 邱逸 邱逸 說自己像小龍女 幹嘛 你 馬的 你不要隨便講 自己像小龍女 好不好 就是 如果在現實生活裡面 不敢講 你自己長得像林志玲 你就不要說 你自己長得像小龍女 OK 你知道嗎 所以 莫卓不是有說 有一個 日本人 畫的 神雕俠裡的漫畫 就是 到了現在 你覺得 只有那個漫畫裡面 畫的那個小龍女 才是 我覺得 沒有 其實我覺得他們畫風 挺爛的 不是我在說 我覺得那個畫風 不怎樣 所以 因為 就是他也不夠精緻啊 對不對 他的那個 他沒有畫出那種 那個 很美的感覺 我覺得小龍女也許 貴政河化 會 會有點 那個味道 那個筆劃 就太 就是一個很粗糙的動畫角 所以我其實並不覺得他 有多漂亮 重點是 好像 就是 我自己有認真想過 就是好像 真人 想不到誰 就是 說 對 這就是小龍女的形象 好像沒有到 沒有 他就是很難找人 他就像仙女一樣 所以很難找人 這個 寫得太 太難 是清新脫俗的一個角色 而且很特別喔 他還是個被玷污的人 但是被玷污了 你還是覺得他清新脫俗 你知道嗎 是的是的 我還想 輕一點有那個味道 對啊 但是如果是他的話 又覺得有點怪怪的 怎麼講 這很困難 這很困難 對 這就是few的問題 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 一個few的問題 難啊難啊 那個什麼 大家有想到 大家有想到 那個什麼 所以有可能是那個 長得美 但是演起來沒有那個感覺 是 叫王進去演小龍 王進去演小龍 好啦要睡了要睡了要眠了嗎 要睡了 那個如果你們那個什麼 有什麼 這應該還有存檔 對 如果你們覺得有誰可以適合 在演的話 發音到留言板 去掉落 對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對 2018年的11月2號了 喔已經2號了 對 金庸之夜 雖然前面還講過很多電影 對 但是希望大家會喜歡 對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Goodbye啦 Good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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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Bye bye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們現在看到霸王龍選手被美女克萊爾 舉著信號彈擰進雷台了 霸王龍選手挑釁帝王霸王龍呢 還要的觀眾們看的是目瞪口呆呀 兩隻霸王龍展開了激烈的攻防 霸王龍企圖攻擊帝王霸王龍的頸部 不斷撕扯 敵王霸王慘叫為聲 而第二下卻閃開了 還給霸王龍一左掌擊打 右手把霸王龍頭往下壓 順勢做出了拋摔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閉了